三个年近50岁的大人 却只能向婴儿躺在床上一一啊啊 不能走不能动不能说话 因为他们罹患了鸡尾症 之后拉莎全得仰赖70几岁的老爸爸老妈妈照顾 78岁石黄翁的家 鸡尾儿躺床上一一啊啊 警方护送78岁录导老翁回家 却揭露他一人抚养三名鸡尾儿的杯葛 阿公身形瘦小平常要如何照顾兵儿 7月30号记者来到他位于台中大理的家 家具橙色简单墙壁斑驳令人鼻酸 记者拜访当天阿嬷正在喂饭 他把食物剪成小块一口口喂着三个孩子 鸡尾症让他们脸部僵硬不能说话 只能发出一一啊啊的声音 然而这样的说话方式只有妈妈才听得懂 阿公平常靠食荒和三个孩子的 残障补助维生 这么艰困的家庭却有一笔奢侈的费用 就是孩子房间的冷气电费 为了让他们在炎热的夏天 也能舒服地躺着 记者问他走了三个孩子怎么办 阿公无奈地说 反正眼睛闭了也看不到了 想知道更多请扫QR Code 动物新闻台中报道